哈囉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魚豐叔叔 歡迎收看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就是這一套的 伊弗利特 閉嘴巫師 上一個版本的閉嘴巫師在退了大數之後 取得代之就是加入了這一張的新的紅卡伊弗利特 它的效果就是潔淨3的時候倒數5 每當自己使用從者卡時你每一個第一個回合拍的第一隻從者 就可以獲得加一攻的效果 等於說每一回合可以幫你穩定拿到 冰森特給予你的宣判支持 而宣判支持打滿三戰的話就給予全場的AOE3點 再搭配到後期伊弗利特進入到戰場時 會給予敵方的阻斷者與敵方的從者全體3點傷害 那其實整套牌組我覺得構築方面就非常的死 然後我試起來就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曾經有換過就是去配一下街頭走 但是我發現現環境真的太險惡了 像是載巨龍或是戰鬆死靈或是快死 幾乎都會把節奏給打滿 即使你在前期收集了三張的靈骷髏 但是你不會有任何的節奏可以去拍剝落的鎮壓 打起來真的是相當的尷尬 所以降頭走啊我這邊是捨棄掉了 但這種純打直傷的牌組 因為現在環境啊快死非常多的關係 每個人基本都會配上飄樓天使世界等等的回血的手段 所以假如被補個幾次之後 因為冰森特的傷害是一段一段的 那你很有可能就完全贏不下來 所以整套牌組的強度啊就完全不值得期待 那我在這邊也分享一下就是 我玩下來之後 覺得他玩不起來的三大要素 首先補牌手段真的非常的吃緊 要不就是我的牌組啊選用了雷鳴吉他手滿跟飛向未來 不然的話你非常的容易就在前中期的時候 直接把牌給打乾了 牌打乾之後你就後期就更不能打出就是 宣斑支持的combo 所以抽牌手段非常的尷尬 再來就是雙劫的手段非常之差勁 你雙劫的手段幾乎可以看錯就只有摸到的槍擊手 但是他只能打一隻兩點 然後用本身的體質5是去換掉一隻 還無法優勢交換 因為他的體質虧了一點 只要對方有兩隻怪 兩隻都是3-3 你這樣就解不掉了 更何況就是那種所有職業都會去考慮帶的哥布林女王 配上哥布林女王5-5兩隻 那你就只能去硬撞到另外一隻 然後另外一隻你也只能pew掉他兩點 他是一個5-3的體質站著 那你在下一張的魔導槍擊手 又不能再換掉 他如果再一次跟布林女王 你這一場就可以宣告直接炸開了 所以我覺得這等到白族啊 飛向未來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5倍的 進化點的雙劫的手段 最後一點就是他的直傷有限 而伊弗利特啊真的沒有想像中搶 在後期的時候啊 雖然他可以炸全場3點血 但是後期的怪隨便只要騎到一個載具 都可以變成一個4-4的體質 你場面絕對會解不乾淨 而當你使用他進化解的時候 你自己也有很容易 他的體質是一隻蠻差的從者 而我覺得我非常不喜歡就是他竟然本身啊 沒有辦法去賦予其他從者 就是一回合可以僅限一次的加一攻 幫助我去拿到宣判支持 等於說我有時候會反而會希望說 這張的伊弗利特要變成結晶的狀態 留在場上 抱回那個宣判支持的1.PP 那他一直都是結晶的情況下反而還比較強 有時候啦有時候 而且先攻跟後攻的強度也是有差別的 先攻如果你拍意幻伊弗利特 雖然他可以一直在結晶在場上 但是有時候你又需要他炸出來 去做到這個3點的傷害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先攻拍 他8費才能炸出來 那如果你後手去拍的話 就還行啊 那就比較吃後手一些 但是啊我最終還是 把他配置了一個比較陰陰現環境 至少對上快攻會比較優開一點 還有就是如果你有辦法神順手順起來的話 整套的節奏也是相當的強 那來講一下就是我牌組構組的關鍵 首先我意外的發現 天使的旋律在這套牌組當中 必定選滿 因為他會給予全力的衝者加一些效果 你再搭配到就是你場上衝者時 你可以拿到1到3張不等的天使的旋律 而且由於我選滿了浪遊出人 以及雷兵吉他手 甚至就是1費的時候 你可以拍勒比盧爾二圖 都可以再用天使的旋律去獲得這些效果 回3點PP 然後隨機打3補3 以及就是讓勒比盧爾二圖獲得 加1加2還有突進的效果 非常之好用 而且有時候空拍他也是等於就是 直接抽取一張牌做到一個過牌 然後再來另外一張牌就是大地的活用 你在先攻時拍下大地的活用 他就可以發揮到奇效 你這樣能把前面的節奏把握住 然後通常如果你場上還有一隻的勒比盧爾二圖 對方絕對受不了 因為這張二圖可以一直癢一直癢一直癢 那麼其餘的牌組就是 沒什麼好說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還是講一下就是可變動的選配的牌 首先 吩咐啊 看你自己用的習慣還不習慣 我是覺得就一張就夠了 他大多數的情況下 假使你已經手中有天使旋律或大地活用 你在前期時 準時拍節奏就可以去貼惡徒 浪遊除人 甚至在後期時直接貼雷鳴吉他手 那當然在大後期的時候 會比較傾望於就是 如果遇到快弓就去貼飄樓天使 回復兩點生命值 如果遇到伊伯利特 結晶炸出來 就直接貼他 就等於硬生生多了三點的傷害 是一張還不錯的從者 再來就是飄樓天使了 飄樓天使 如果你的環境快弓沒有到特別多 你可以適當的把它變成荒原蜥蜴 因為這張牌會算是一張給你兩張的宣判支持 在後期的時候 越多宣判支持 越能做到就是直接直傷的手段 所以如果你覺得跟對方拖下去不會贏 你需要更多的宣判支持 才可以支撐你的傷害 再來這一張牌 可能是很多人很意外 我竟然沒有尋用他 說真的這一張福利亞 本體真的很強 只要你有搭配到進化點的情況下 它可以讓全部的場上的從者 獲得這個補血的效果 而且這個補血 還會補到自己主戰者的頭上 那這張福利亞 可以白嫖之後 再用白者 再次再套上魔 然後下一回再可以白秒一次 可是我就自己試下來的對決 我覺得整套牌組的精華 就是在六費之前 你通常很少有機會可以去排到福利亞 遇到那種真的比較偏快的牌組時 你也撐不到七費給你福利亞進化 或者是你好不容易撐到七費 但是你沒辦法留存到進化點給福利亞 所以最終我還是把福利亞給捨棄掉了 如果你想要去放的話 還是給放個一到兩張 它是一張抗快還蠻強的一張牌 所以整套牌組啊 我覺得能改的牌 結局有飄柔天使 還有分服的張術 看你要去換成什麼東西 其餘的話都是不能去動的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局的部分喔 首先第一場看到的是皇家的對局 那這一場特別選出來就是 給你們看一下 最順的情況下的衣服利特 會長什麼樣子 首先以起手留牌方面的話 我是覺得 你後攻啊一定會去留一張的冰森特 因為這一套的332啊 並不是必抽冰森特的 而前期的時候就是想辦法把節奏給打滿 去留有什麼八萬關啊之類的東西 把它排下去 假如你今天有冰森特可以 假如你今天有冰森特的情況下 那先攻當然就是 你想辦法把你前期的從者都留著 那我覺得如果你有惡徒加上天使旋律 一起再嘗試 是一個還蠻強的COMBO 然後希望你的右手 可以直接進四倍的 那張鋪開然後加一攻 然後我們這邊一倍直接 做了一個機咒捷徑 二倍直接讓他惡徒騎 那三倍啊 直接貼天使的旋律 進了大地的活用 接著就很有趣的事情要發生喔 四倍準時拍大地的活用 直接讓 勒比爐惡徒 變成一個六九體質 有沒有看到 六九起來 他已經成為了六九大魔了 然後對方被逼迫 只能拍下阿爾亞斯卡 那這邊呢 他只能用這個惡意換掉 兩隻去送掉 超級野虧 接下來我們就是不要慫 把進化.6交給那種可以直傷的從者 像是魔導槍擊手 嗯 然後把場面給展開 接著就是 勒比爐的寶案關把他拍下去 魔導槍擊手直接點頭 蹦蹦蹦 然後我原本預計就是說 欸 只要下一回合再一戰的魔導槍擊手 然後接著就是 不管是哪裡冰森特阿 然後累積三張 那個 劍莫之池 嗯 欸 有點忘記了 或者是來一戰那個伊弗利特 就可以抓到斬殺 然後我這邊是直接 順利來到了 來 來到手的是伊弗利特 所以我這邊就很簡單的 六吞直接 快攻回合 伊弗利特 收頭 去過棒 搭配到場上的進化點 直接收下這一局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場 對上龍珠的對局 那這一場我的牌組構築 因為是在初級還在摸牌的緣故 所以構築有一點點的不同 但其實沒有太大差別阿 反正我也沒用到那些新的卡片 那首先阿 在騎手的牌部分的話 如果是先攻的話 其實會比較偏向於就是 把前妻的節奏打滿 才不會直接被對方一波帶走 然後我這邊是 就是嘗試的留就是一張的伊弗利特 那二毒留下來是為了就是 想要探索能不能去配到二費 直接加加從這 就可以做到一個劫場 結果來的有點不太好 那三費就只能拍下一換伊弗利特 那以這個對局來講的話 對方也是都空過通過 這邊如果他直接推羅倫咆哮的話 下一回合會對到他的進化點 那有兩種做法就是 你要不就是在拍下 一個摸到槍擊的時候做到一個場面 然後綠一張牌 不然就是再一張伊弗利特 因為伊弗利特早點下來 你就可以早一回合叫出來 對方是直接使用了追憶的大天使 但是他下一回合就完全沒有懸念 就是要用到冰生特 免費進化 這邊要講一下就是說 冰生特啊如果人免費進化 盡量讓他免費進化 跟善根版本不太一樣 如果你最好還是要準的進化 只要沒有壓力就是準的進化 那準的進化是如果耗到你進化點 那也沒辦法 那伊弗利特有個好的那個比較好用的地方 就是他三費節奏剛好接到四費的冰生特 對就這樣 啊當五費時對方已經 深海迫近 我想說嗯 我是卡要爆我是要輸了 這這這這到底怎麼玩 然後很開心的丟下了浪龍除人 配上了大地的活用 對方也是直接追憶了大天使 繼續做到一個死牌 他可能要趕快把他的加百列給死出來 才可以做到一個OTK 然後第二張 生魚 深海迫近 那如果他手中沒有加百列 我是覺得他會打一張的生魚 看來他可能手中已經有加百列了 雖然炸出了伊弗利特 但是我們傷害是非常不夠的 那這邊我們也只能就是繼續把場面 給做搭 魔導槍擊手啊直接 直傷點到頭上 而且這樣的血線來講的話 全部是不是他神魚下來 如果他是拍七費的 他無法完美的奇妙這個場面 結果他就拍下了雷米爾 配上了飄樓天使 那我一開始想說他這一手啊 可能是要把飄樓直接送掉 結果他竟然做了一個優勢交換 蠻神奇的 沒有沒有關係 那竟然就沒差了 因為他還是打第二張的飄樓 而這時候的牌組啊 我是有捨棄掉一些牌去放了魔導飛彈啊 那時候是沒有選那個 舞廢的 ギリギリギリ 那個雷米吉他手 所以選魔導飛彈 做到一個快速力 牌已經直傷 那也是因為我這一場是有選了 魔導飛彈的緣故啊 我才有機會用 宣判 宣判 三張點滿 接著 易幻 啊沒有 其實我也沒有用到魔導飛彈 呵呵 我剛剛還沒在撲梗 撲那麼多 剛好 三加三 配上場攻 十五點 直接 帶走 我沒想到這場那麼卡 然後居然贏了這一場 所以你可以看出衣服力特 嗯 嗯 要靠對方卡才贏 好啦 那接著我們還是來看一場 比較正常的對局 就是正常的情況下會長什麼樣子 那如果以七色流牌方面的話 後手啊可以留一戰的冰神特先攻 如果對方打很快的話我比較希望是前期的從者都要留下來跟他打一個從者交換的碰撞 不然的話會炸開 那以這個手牌來講的話又是非常的母湯 哦 幸好 右手有進一張的自由的冒險者 那這樣三倍的話 由於手中已經沒有冰神 一定沒有冰神特吧 那魔導槍擊手一定要去拍 然後去去抽抽看 那我就想說三四 因為我是先攻 所以四費他也可以 做到一個三加一的動作 先把 這個火神一不利特先種下去 我倒楊起手 冰神特有瞬間進來了 那我們就再做一張的順從的駿馬 那如果你想要留駿馬去幫助你後期拿到宣判支持 也是一個刻意的選擇 但我這邊就是想要加一下冰神特的血線 讓對方比較難解一些 對方是雷尼爾進化之後 金盾戰爭 也是非常嗨啊 嗨到不行 那我這邊就是冰神特 由於先攻嘛 還是要讓冰神特拿一下免費進化效果 不然的話 你是可以 花進化點去做到一個一加四啊 那八七冰神特 開砍 接著對方就是警方 一二張下來 應該會用一張一一換掉 再來就是裸下戈爾德 看到先不取就知道了 我們絕對要消爆他 由於火神的效果啊 直接讓我們拿到宣判支持 消爆他 金 金 然後有了火神的情況下 最好是每一回合都去拿嘛 宣判支持 因為一回合只能拿三張嘛 所以這點也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直接把節奏給打滿 做到一個優優優式交換 然後最後一張的宣判支持 會AOE的關係 我是直接把他選擇扣下來了 玩這道牌就是要一直去算 你的宣判支持能不能跌到三次 三六九 才可以做到一個AOE 那果不其然 對方是直接選用了拉哈特 說真的遇到皇家 你場面根本就不用去保他們的血線 對啊 基本上都是被做成箱子的 那由於啊 對方的進化點是比我還要少的 所以我們這邊是可以直接 炸出伊伏尼特 啾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手可能有點 打得怪怪的 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我們這邊剛剛好 完美的浪遊廚人進 進化浪遊廚人 去獲得魔導專家車 P戰全辦支持 變成無消耗AOE三點 最後再丟雷鳴長槍手 然後這邊啊 嗯 如果你選缺牌的話 就是 貼 用那個分符去貼雷鳴長槍手 那如果你要打傷害 就是貼伊伏尼特 如果你想要補血 就是貼那個浪遊廚人 就看你自己的選擇 那當然我們都打成這樣了 直接貼這個 伊伏尼特 完美 分補伊伏尼特 等等 他 再出 再度進彈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多到三點的傷害 超強 蹦蹦 然後 魯彌長槍擊也是 超級的歪 那 這邊就剛好 跟他說真不好意思啊 伊伏尼特進化 配上 雙伊伏尼特 直接收頭 而且我們這邊要注意的是喔 貼著旋律還可以幫我回一點PP 配上雷鳴牆 他用手把滑 他用手把滑 最終還是分享一下我打的戰績啦 我差不多打了21場左右 那最終的勝率就是 10勝11敗 那差不多就是 微微的低於50% 可是我前面的時候是有點就是 還在練牌啊 就還在抓他的構主這樣穩定 後期的時候我是覺得 欸差不多了 至少能把勝率壓在58 欸怎麼聽起來沒有很強 那最終啊 如果伊伏尼特啊 這套牌真的要強 真的要有很多很多 可以加加的從這 然後大型控場 或者是超強抽牌 偶爾就是再更強的AOE 才能夠在新的環境去做個遊玩 那就這樣啦 我是伊豐叔叔 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點下訂閱關注我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我是伊豐叔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